七届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钱学森同志的遗体 六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钱学森同志因病于2009年10月31日86分在北京逝世 享年98岁 六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 庄严肃木哀乐第一回 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 沉痛悼念钱学森同志 横幅下方是钱学森同志的遗体 安卧在鲜花脆败丛中 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 上午九十许 胡锦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江泽民 江泽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李长春 习近平 李克强 贺国强 周永康 王刚 王岐山 回梁玉 刘琪 刘延东 李源潮 张德江 郭伯雄 朱镕 李瑞环 宋平 魏剑行 李兰青 曾庆红 令计划等 在哀乐声中 缓步来到 前学森同志的遗体前 肃立莫哀 向前学森同志的遗体 三举功 并与亲属 并与亲属一一握手 表示慰问 前学森同志 前学森同志 并重棋检 和逝世后 胡锦涛 江泽民 吴邦国 温家宝 贾庆林 李长春 习近平 李克强 贺国强 周永康等同志 前往医院看望 或通过各种形式 对前学森同志的逝世 表示沉痛哀悼 并向其亲属 表示深切 慰问 中央和国家机关 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前学森同志的生前友好 家乡代表 和首都各界群众 也前往宋别 前学森是中国航天科技事业的先驱和杰出代表 在他心里 国为重 家为轻 科学最重 名利最轻 五年归国路 十年两诞成 智慧好学 勤奋创新 谦逊自尊 爱国无畏 这些中华民族的优秀品德 在前学森身上都有突出的体现 1955年 前学森克服重重主力和困难回到祖国 他受命组建了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 国防部第五研究院 并担任首任院长 随后他主持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 参与了进程导弹中进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 直接领导了用中进程导弹运在原子弹两弹结合实验 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个星际航空的发展规划 他把自己全部的热血和智慧奉献给了祖国的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 他经常鼓励同事们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都能干 1958年钱学森所著《工程控制论》一书被译成中文出版 并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搞筹加上奖金共计1.15万元 这1.15万元被前老悉数捐出 用于给中国科技大学力学系的学生买学习用具 此后他还曾将数百万元的奖金捐献给祖国西部的 沙漠治理事业 空气动力学 航空工程 喷气推进 工程控制论 物理力学 钱学森在多个技术科学领域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然而他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的作风 曾经有人写信称他是中国的导弹之父或航天之父 钱老立即回信说 这么称呼他是不对的 导弹航天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 不是一两个人能搞成功的 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 在他的晚年 钱老不提过去的事情不写回忆录 他常说 我没有功夫考虑过去 我只考虑未来 本来消息 在中央有关部门和上海市的积极努力下 目前钱学森图书馆筹建工作已取得积极进展 建设钱学森图书馆是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要决定 胡锦涛总书记和中央领导同志高度论志钱学森图书馆建设工作 多次做出重角批示 要求加大力度加快进度 争取使图书馆早日建成 钱学森图书馆将建在上海交通大学学会校区 规划面积近7000平方米 目前钱学森图书馆的建筑设计方案已经形成 钱学森图书馆的文献和诗